第一步要做什么?第一步要宣告 宣告物件,什么宣告物件? 因为我前面这边有没有,我会用到哪两个东西? 它跟它,那这两个东西它在画面上面 不等于是在那个我们的记忆体里面 我们到时候因为我要计算或运作的话 一定要在记忆体里面给它配置一个空间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,我必须要给它两个东西 那宣告,第一个宣告物件,我先把那个流程先给各位讲一下 以后呢,我们就精简化怎么样呢?反正这三个步骤 这三个步骤呢,将来一定都会做 第二个呢,做什么呢?连结 就这几个,不过我都会简称啦,这叫宣告连结事件三个步骤就完成 那稍微麻烦一点啦,那所谓物件就是说呢 我们画面上会用到就是这个,跟这个,这两个,对不对? 所以你必须要宣告,那宣告的方式在Java里面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要用到是什么?TestView TestView按空白键,有没有? 比如说我用TestView,物件名称用大写好了,T01 最后呢,结束符号用分号,按Enter 这个时候呢,我就建立一个物件名称叫做TestView 但是你会发现,现在为什么?有一个错误,对不对?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?我们没有汇入TestView 在Java里面不认识Enjoy的东西,所以必须怎么样呢? 请你游标放上去之后,汇入就好了,汇入哦,按下去 这个时候呢,我才会知道说,哦,原来你有用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?所以它这个物件叫做T01,OK? 那再来的话呢,Button,B-U-T-T-O-N,这叫什么呢?B01 好,那一样有没有,这次还有什么呢?毛毛虫错误,对不对? 移上去做什么呢?汇入就好了,记得哦,移上去大概等个2秒钟吧 好,宣告完成了,那宣告之后呢,接下来因为这个在程式码 等于在记忆体里面,那我现在的东西是在画面上面 Amin